我最担心的是啥?最担心的都是 我是讲得那么真实 反正很多的缺点和问题都暴露出来 然后你到时候我 不然我不 不是每个人都有缺点啊 难道我倒你都是个玩人吗? 但是我相信很关注还是理心的 他不会就是说不问秦宏早辈子嘛 质疑肯定是有连 我给你分享一点 我最后就榜本上线的千亿 或者当天晚上上线的来玩啊 因为有很多人 我暂时就说 是不是老货可以做秀 老货想火 老货想出名 我如果想火 我为什么做了一年之后 我才来说 我应该是去 去到当天我就开始要开直播的 你懂我意思吗? 一个正团级军官如何去当榜本 但是 我完成了一年之后 我才来当榜本 本来这个 就是理心里 就是那个 观众他可以怎么来思考 我能够坚持这一年 你也是一条浩瀚 知道吗? 别人也是那个说 而我不是进入第一天 我就开始在那发布我的视频 所以说 如果第一天就开始发布 就是我想火 我想编织花样 然后找找自己的 和这个社会的落差 来呈一个热度 那么对于你的谈众来说 我还是能一句话 不一样 是因为啥 第一个 我面对那个 当天晚上 我只在想 会不会有人 骂我 去做修 我们的第一天 甚至有人会觉得 我是不是丢军人的脸 因为我在做的那个过程当中 太多的质疑声 了我可以告诉你 连我的同事 我自己一手培养的 占语 都在说 你包括这些人 听说的的话 都会觉得 老婆什么 又抱我老婆 又病 你知道吗? 想出名想疯了 就是我在当天晚上 我就拿一种忐忑 那种忐忑心理 我就说 我不敢看评论 那只能说 我也不敢看弹幕 一看弹幕 明明妈妈 都已经把那个屏幕 都给折完了 你知道吗? 开始一上的时候 然后 然后 我就在那儿去逃了 在那儿一个人 像 我 我也不敢发个 我那个朋友圈都没发过 我亏那个说 我怕我身边的人 知道了 可以理解 到今天为止 我没让我妈那儿去看 我妈那儿的好在是在农村嘛 有人理解 有人不理解 但是虽然 我已经很下一条心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有意义 但是你依然是 永远是愿意听咱妹 不愿意听批评 我亏那个说 我是一个男人 我都如此 更何况是一个女孩 是吧? 那么就更应该如此 她是 她是愿意被人来背后夸奖你 为什么要化妆? 我们为什么要花了很多钱 可以买漂亮的衣服? 都是为了 别人夸得漂亮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一直很纠结很忐忑地 就是 有可能 拍完了 弄完了很多女孩 最后 你不从你 就拨不出来 潘众能够让我 用最真实的方式 把那个片子 就是不带人或 对她的赞美的前提之下 把那个片子拨出来 实际上 这就是我对她最大的敬佩 她能够给我最终的授权 所以我为什么那天晚上 连夜我说 要加一瓶字幕 感谢 潘一文律师 的最终授权 她们前这个字 我片子根本都出不来